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剩下夜晚投资经理突遭绑架 当时我又要死 因为这把头又套出来了 就是两个笔头在喘 反常手法侦察线路层层迷雾 一张贵款单牵出嫌疑人 究竟谁是幕后的黑手 强威和斌蒙面人 今日说法即将不出 江北湖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北郊 2013年7月28日下午三点多钟 一个惊慌失措的女人在河边奔跑 一边跑一边大声呼救 我就喊救命 我就哭了 喊救命 没人 窗窗里边没人 那边揍我 大声呼救的女人名叫刘洪霞 他拼命地呼喊 就在他要几乎绝望的时候 终于有人出现了 我被绑纳的时候 都是绑近了 跟他看 这个人就帮我报警了 一个好心人帮刘洪霞报了案 接警后 连云港市公安局的民警就赶到了现场 见到了惊魂未定的刘洪霞 而且受害人身上面多处有扭打的和恐忙的伤痕 比较明显 当时受害人们还处于非常一种惊恐的状态 各位好 这里是金日说法 光天化日之下 刘洪霞到底遭遇了什么 是什么人绑架了他 他又是怎么逃脱的 很多疑问摆在了警方的面前 刘洪霞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 在公安局情绪平静以后 他向办案人员讲述了自己恐怖的遭遇 他说 2013年7月27日晚上9点来中 他和朋友在饭店吃完饭后出了门 一个人朝停在路边的车走去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 突然有人把我 在我车上后边 有人把我偷到车上里面 偷到一把面前车里面去了 刘洪霞遭遇两名男子的意外袭击 路边的探头恰好拍到了当时的情景 监控录像显示 当时刘洪霞正要经过一辆白色面包车 突然面包车的车门打开 从车上下来一名男子拽住刘洪霞 这是从后面跑过来一名男子 一起把刘洪霞拖进了车里 把我按倒了之后 把我的嘴巴堵死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 我是被按上了 我是被绑架了 刘洪霞说当时他内心极度惊恐 在刚被拖上车时 感觉车里有五六个人 随即刘洪霞的头也被蒙上了 在车里大约颠簸了半个小时之后 他被拉到了一处民房 不一会儿就有人拿着刘洪霞随分包里携带的银行卡 来到他面前让他说出密码 这时刘洪霞才明白 这帮人绑他是冲着钱来的 在几个绑匪的威逼下 刘洪霞吓坏了 把所有的银行卡密码都告诉了绑匪 但是没多久绑匪就回来了 说卡里没有多少钱 让他赶快筹钱 否则就要他的命 剩下的夜晚十分闷热 在经历了一整夜的恐吓折磨之后 刘洪霞说他实在受不了了 但是绑匪似乎没有丝毫放过刘洪霞的意思 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刘洪霞答应给绑匪一百万 但是他手头没有这么多钱 只好给自己的朋友打电话借钱 谎称自己生意急需 第二天上午 刘洪霞的朋友把一百万打到了他的卡上 到了中午 绑匪把刘洪霞眼睛蒙上又抬上了汽车 最后把他丢弃在蔷薇河边 了解清楚案情之后 警方的第一反应是 赶紧让刘洪霞查一下银行卡 看看还剩下多少钱 手机查一行一下 发现一百万 被消费掉七十五万 还剩二十五万 当时安排了赶快把钱划湿掉 办案人员兵分两路 一路前往银行调查 看看是什么人拿着刘洪霞的卡取的钱 另一路则赶往蔷薇河边被释放的现场进行勘查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在河地上基本上没有人往来 只有偶尔会有一些这个钓鱼的人会经过 非常偏僻 周围也没有什么人 警方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查 并对周边进行了走访 由于案发第十条小路 晚上没有太多的人经过 办案人员也没有找到目击者 于是警方重新调取了当时的监控录像 进行了分析 警方的走访调查没有任何进展 没有目击证人看到了案发的过程 而刘洪霞被绑架之后 迅速的被戴上了头套 他一没有看清绑匪的面目特征 二不知道自己被拘禁的地址 所有的这一切都让警方感到无从下手 警方决定从刘洪霞的社会关系入手 重新开始梳理 刘洪霞是连云港本地人 几年前和朋友开了一家投资理财公司 和当地很多小企业都有一些经济上的往来 会不会有人因为经济纠纷而刺激报复呢 这是刘洪霞自己也想到了 跟他在经济上又过节的一个人 刘洪霞怀疑的这个人 因为欠了他一百多万迟迟不还 现在正在法院打官司 于是警方立即对刘洪霞所说的这个人进行了调查 刘洪霞唯一怀疑的这个人被警方排除了 绑匪到底是什么人 仍然一点线索没有 与此同时 在分析案情的时候 办案人员觉得这个案子跟以往的绑架案子不太一样 这个钱呢打在出发人的卡上面 绑匪也取不出来钱 这个让我们觉得很奇怪 警方的疑惑很快就有了答案 去银行调查的办案人员反馈回来的消息 绑匪并没有拿着刘洪霞的银行卡去银行取钱 而是直接进行了刷卡消费 一共有消费的六比 六比消费呢 发现全是在山东的青岛 刘洪霞的朋友是在上午10点40分贿赂一百万的 而银行的记录显示 这张银行卡在这之后的半个小时 就已经在青岛发生了支出大额消费 我们判断这个肯定是一个团伙作案 而且在受害人被控制的时候 这个卡已经到了外地 不论怎样 警方必须对银行卡的行踪进行调查 他们决定立刻赶往青岛 很快办案人员在青岛找到了 用刘洪霞的银行卡消费的地方 发现全部是金店 当时我感觉他怎么都卖黄金呢 他在那边黄金是不是有朋友在那边掏线啊 跟嫌疑人说一下去掏线啊 当时我感觉这是不是一个突破口 幸好金店都装有监控探头 警方调去了案发时间段内金店的监控录像 这是位于青岛市一家商场内的监控录像 在监控录像中 警方发现一个穿着蓝色T恤 戴着棒球帽和眼镜的嫌疑人 在购买黄金后 用刘洪霞的银行卡进行了刷卡 而且在六个金店里 全是这一个人刷的卡 随即 警方向当地的营业员进行了询问 当时跟我发现的特征就是 嫌疑人贵买黄金的人 当时呢 还要带一个东北客人 这个顾客过来买黄金 不挑不捡 就是说有什么买什么 而且买的数量非常大 嫌疑人每到一个店不像普通的顾客那样去挑选 而是带有目的性 买金额比较大 客数比较大的黄金饰品 而且来去匆匆 就这样 这名嫌疑人一共在六家金店里面 购买了75万元的黄金饰品 嫌疑人已经浮出水面 但如何确定嫌疑人的身份 专案组依旧感到棘手 而且有一个疑问 刘洪霞的银行卡是被这名嫌疑人带到青岛去的 他是什么时候离开连云港的 又是怎么到青岛去的呢 专案组决定 沿着这张银行卡以及嫌疑人的行踪 继续追查 警方侦查发现重要线索 当天下午的轨迹 跟这个受害人活动的轨迹 基本上一致的 调查辨认 与嫌疑人意外相遇 他说 你啊你还好啊 你撞着这名 我说多太行啊 蹲守监控 他们却按兵不动 不知道的话 这个案件就是迟迟得不到突破 强威河边蒙面人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从江苏连云港到山东青岛 有300多公里的路程 警方判断 绑匪应该是在 7月27日晚上实施绑架后的 当天夜里 就带着刘红侠的银行卡 赶往青岛了 而从连云港到青岛去的交通工具 没有夜行的客车或火车 绑匪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自行驾车前往 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时间段 所有从我们苏鲁省验 经过的车辆 都差评了一遍 专案组布置警力 对案发时间段内所有出入 苏鲁省界的车辆信息 进行查询 在大量的信息中 办案人员终于筛选出一辆可疑车辆 坐在这辆车的副驾驶位置上的人 他的衣帽特征 和我们在山东青岛金店里面 监控看到的这个购买黄金的绑匪的 衣帽特征是一致的 这是7月28日凌晨1点钟 从江苏进入山东地界的路口拍摄到的画面 在车的前排坐着两个人 其中副驾驶座位的那个人着装 和在青岛金店里刷卡消费的人非常一致 这辆悬挂苏GEL760牌照的福特轿车 又在当天下午4点多钟 从青岛返回到了连云港 我们查询了这辆车子的这个信息 知道这辆车子是一个租赁公司的 办案人员找到了租赁公司 查询了这个车辆的租赁信息 这个租车子的人叫郑绍根 民警随即又调取了这辆 苏GEL760福特轿车的GPS行驶记录 发现他的轨迹当天下午的轨迹 跟这个受害人活动的轨迹 基本上一致的 之后办案人员又调取了 郑绍根的户籍信息 通过比罪发现这个郑绍根 就是当天晚上开这辆车 从连云港到青岛区的这个驾驶 郑绍根32岁 江苏省新化市人 警方对郑绍根进行了深入调查 发现郑绍根工作的地方就在连云港 而且还和受害人刘红霞 在同一栋写字楼里上班 警方立即找刘红霞进行辨认 平时我不理解他 他是到我办公里去过几次 经过辨认 刘红霞说这个人他很熟悉 都在同一栋楼里上班 而且和他一样 也是做投资理财生意的 郑绍根这个人 他经营的公司效益非常差 受害人有些东西相识 也有相识 没有钱 好几次向受害人借过钱 但是受害人都没有借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就在刘红霞去公安机关辨认了之后 回到单位时 在电梯里竟然又遇到了郑绍根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死他了 我见到他时他表情非常不自然的 说 但是我见到他我也紧张 我心里就拼拼踢了 但是我撞着正经 他说 姐啊你还好啊 我就撞着正经 我说住他行啊 作案后没有潜逃 还正常上班 甚至见了受害人还要打招呼 这样的绑架案 嫌疑人警方还是第一次见到 案件之词有了重大突破 警方基本可以断定 郑绍根就是嫌疑人之一 但是警方心里也有疑惑 因为据刘红霞回忆 他被绑架之后 听口音那几个绑匪都不是本地人 但郑绍根他是本地人 如果他参与了绑架作案 那他跟其他几个绑匪是什么关系 又是怎么联系的呢 无论如何 这是目前掌握的最重要的线索 警方决定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深挖 警方深入调查郑绍根的时候发现 就在刘红霞被绑架后的第二天 郑绍根的银行账目上 突然多了二十多万的存款 而此前他的银行账目上经常没有钱 但是第二天 这笔款项又转到了另外一张银行卡上了 这笔二十多万的款子 又转给了一个叫沙磊的人 这就是沙磊 今年二十五岁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 没有固定的职业 郑绍根的公司从事的业务 主要是在连云港本地 他和黑龙江之间不应该有业务上的往来 办案人员随即进行了照片比对 发现沙磊就是在山东青岛金店刷卡的 买黄金的那个人 那么郑绍根为什么会和沙磊一起在青岛出现呢 警方立刻兵分两路 一路在连云港本地对郑绍根进行监视 另一路奔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对沙磊进行遵守调查 在两地经过两天的遵守监控 警方没有发现两个人再有异常的举动 也没有发现有关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在这种情况下 是对两人继续监控 还是实施抓捕 专案组陷入两难的境地 不抓的话这个案件就是迟迟得不到突破 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退役 账务等等 这个就会流失的更多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专案组决定对郑绍根和沙磊同时进行抓捕 2013年8月7日 郑绍根和沙磊在江苏省连云港市 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分别被警方抓获 经过审讯 郑绍根和沙磊对绑架刘红侠共认不讳 并且交代另外的五名嫌疑人的下落 8月9日 连云港警方在山东将剩余的五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他们分别是王志磊 30岁河南省许昌市人 严炳鑫18岁 河南省筑马店市人 江海涛17岁 河南省信阳市人 刘于鹏20岁 山西省吕梁市人 樊常伟19岁 山东省何泽市人 至此 连云港市727绑架案告破 周密策划他们为何跨省消费 虚拟空间 网上世界 找寻政贤门路 如此迅速纠结 如此胆大妄为 墙威河边蒙面人 今日说话继续播出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整个绑架案 都是由郑少根和沙磊谋划的 7月27号下午 沙磊带着这五个人 开着车一直跟踪刘红侠 寻找下手的机会 而郑少根则开着 另外一辆车 跟在他们后面 一直到了晚上九点多钟 趁刘红侠吃晚饭 从饭店出来的时候 突然把他绑到了车上 随后把刘红侠拉到了 距离市区五公里的郊区农村 事先住好的民房里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 刘红侠经受了一整夜的折磨 被逼迫告诉了 他们银行卡的密码 并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百万 而当天晚上 在得知刘红侠答应给一百万后 郑少根和沙磊觉得 去银行取现金太危险 便商量着 怎么才能把钱取出来 他跟我说了 说的是山东的 一包四十九十的经历 我当时要去取车 然后他就说 吃点一包四十九十的经历 晚上也能了个人 那就去山东 就这样 郑少根和沙磊 连夜从江苏连云港 赶往山东青岛 而剩下的五个人 在房间里看管着刘红侠 直到第二天前到账 接到沙磊的电话后 才把刘红侠放了 之后 郑少根返回连云港销赃 沙磊返回到黑龙江 其余五人则到山东来州 等着沙磊登前 警方在调查的过程中 发现这些人之间 原本相互并不认识 是在案发前不到十天的时间 临时召集的 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凑到一起的 而刘红侠和这些人 无冤无仇 甚至和郑少根还认识 并在同一栋楼里办公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 要对他实施绑架呢 今年35岁的郑少根 已经结婚生子 几年前和朋友 在连云港开了一家 投资理财公司 但是因为经营不善 不仅没有挣到钱 相反还欠了许多债 但是同一栋写字楼里 刘红侠的公司 日子要过得好得多 眼看着公司的经营举步维艰 而债主又一天天催得急 郑少根便想到 能不能想办法搞些钱来 一天 郑少根在网上和他的朋友沙磊 说到了这个事 沙磊今年25岁 初中没毕业 就一直在社会上游荡 郑少根联系他 是身无分文的 他正闲得有些无聊 一个月前 沙磊被郑少根 邀请到了连云港 两个人经过商议 觉得找个有钱人绑架 或许可以试一下 至于人手 他们两个人显然是不够的 于是沙磊提议 由他从网上来找人 从网上找这种人说到吗 非常好 就是在网上 通过这个 聊钱人网 他们说有没有有这个 我说你想要什么工作 他们说 只要能挣钱就可以 我说挣钱必须算了 我说不办法的话 不走片子 肯定办不到 挣了钱 能问我干什么 我是说 抢劫 有抢劫的胆量 必须说抢劫的胆量 你才能干 王志磊是沙磊在网上 通过聊天招来的第一个人 我说他又教我 问我 问我能干什么 我说想要挣钱干什么 王志磊今年三十岁 河南省许昌市人 高中毕业后 就到外地打工 沙磊在网上联系到他时 他正在老家无事可做 用心来 那钱我那年龄大了 然后就是工资很低 一个两年他会想 我说现在两年 也知道两个孩子 觉得生活上就有压力 就这样 王志磊以为沙磊有挣钱的路子 立刻决定到连云港来 就在王志磊赶到连云港时 另外一个被沙磊从网上招来的 江海涛也来到了连云港 他是这几房家案中唯一一个 未满十八岁的人 那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干 我问他是干啥的 然后他说是收账 还有就是招草子 然后这些活 那我愿意敢不敢干 我要敢 为了保险起见 江海涛叫上了自己的朋友 严炳仙一起来到了连云港 当时也没想到是反强 想着干活 就很正常的去干活 也没多打劲 就跟着去了 就这样 不到五天的时间 沙磊通过虚拟的网络空间 召集了五个人 组成了一个现实中的犯罪团伙 而他们彼此间不知道真实姓名 不知道年龄籍惯 相互的称呼全用网名 你不说你这种 怎么知道他能干这件事 而且你怎么能信他 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说 因为本身这个网络 就是存在于虚拟的东西 也就是来了也不看到 看到的时候感觉能和得来 就不干了 能和得来就算了 当时也没想到说能那么快 而郑绍根与这五个人没有见面 之间的联系都是通过沙磊来完成 人找过来以后 他们跟我都不会见面 他们都不会认识我 我叫什么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这次时间办法给他们钱 就这么简单 人都到齐以后 郑绍根和沙磊开始商议绑架的目标 最后他们把目标盯上了 同在移动写字楼里开公司的刘洪侠 目前价值75万的黄金饰品 被郑绍根以49万的低价售出 警方正在全力追伤中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 欢迎王老师 你好 王老师你看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绑架案比较特别 因为这几个犯罪嫌疑人呢 分散在全国各地 都是通过网络联系 五天的时间就临时凑成了一个团伙 然后就敢实施绑架这么严重的犯罪 这个特点您怎么分析 这个绑架然后勒索钱财 这不是个刑刑犯罪 但是他的作案手段和纠结成了一个团伙 这个形势非常的少见 是吧 那么首先呢 它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结合 它是这个犯罪的主犯 去锁定一个被害人 锁定一个侵害的目标 然后他在网上临时的纠结 是吧 那么也许呢 这些个纠结的这几个人呢 大家彼此都不认识 或者说甚至只知道一个外号 或者有个谈过那么一言半语 可能就是聊天使就认识了 然后呢 大家聚集起来 我们就提出一个词叫犯罪亚文化 这个犯罪亚文化 我们就说他们为什么能聚集到一块 很奇怪的 大家都不认识为什么能聚集到一块 对 那么是什么回事呢 就是虽然他们彼此不认识 但是他们在网络上形成的这种犯罪亚文化 它是有共同的信仰的 他们都信仰的可能都是比如说不劳而获 是吧 那么他们又有自己可以交流的 共同内部的语言和信息 你比如说我怎么做这件事情 可以滴水不漏 大家彼此都不认识 又是通过网络 警察根本破不了案 他们在这个里头自认为这些个反侦查的手段 他们可能是已经做绝了 做足了 对吧 那么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你看这个案子呢 还是不管你怎么做吧 但是最后还是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还是给你眼里的打击 案的几名犯罪嫌疑人 都是年富力强的人 自己的生活遇到了困难 他们都想急于摆脱这样的困境 甚至一夜暴富 有这样的心理我们可以理解 但每个人的致富之路 应该是靠自己努力去实现的 老想着捞偏门 甚至不惜以违法犯罪为代价 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 毁了自己 也毁了家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进入说法 也感谢王老师参与我们眼博士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